如今的全球经济可以说非常的分裂,一边是美国维持高利率不急着降息,而欧洲国家已经提前开启降息周期,而另外一边则是中国持续降息,硬抗了欧美一整个加息周期。 不同的货币政策也意味着中国和欧美面对的难题也完全不同。 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依然是通胀,而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内需不足,带来的经济复苏放缓等发展问题。 那么,面对分化的货币政策,中国要如何打赢这场货币保卫战? 面对分化复杂的货币市场,我们如何度过难关? 说到货币保卫战,就不得不提及罪魁祸首美国和美联储。 尽管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陆续降息,但是全球资产的货币定价权依然在美国手里面,只要美联储没有降息,那么全球依然处于加息周期之中。 那么,为什么到2024年了,美国还是不降息呢? 有人认为,美联储害怕的是通胀,其实不是,通胀其实并不可怕,美国最害怕的,其实还是滞胀危机。 1970年代,美国曾经经历了三次滞胀危机,涉及到尼克松、福特和卡特政府。 三次滞胀危机让美国国力大幅度衰退,甚至比当时的苏联还要惨,甚至不得不对中国示好。 可以说,滞胀美国是吃够了苦头。 所以,现在美联储的第一目标,就是控制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。 只要美国通胀数据出现抬头,美联储马上就宣布推迟降息的时间,目的只有一个。 压制美国通胀预期,只要这个通胀起不来,那么,就算美国经济衰退了,也不会陷入滞胀之中。 在货币政策方面,体现为美国维持5.25%至5.5%的高利率。 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,影响美国企业的就业、招聘。 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出现大范围的下滑。 然而,对于美国来说,维持高利率、遏制通胀是头等大事,但是这样做,就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,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资。 而这也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 美国加息导致了人民币的持续贬值,所以人民币汇率从6.3%一直贬值到现在的7.2%附近,央行死手亿美元比7.3%人民币的汇率,防止人民币汇率在国际市场出现崩盘。 不仅如此,就算中国为了防止美国收割,已经建立起外汇防火墙,但是资本外流的问题一直都存在,毕竟资本是逐利的,5%以上利息的美元资产,比国内3%不到的资产收益率高多了,所以国内资本一直都是外流的。 此外,加息周期,其实是利空金融市场的,A股市场从2022年美联储加息以后,一直表现都很差,主要原因之一,就是加息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。 本来要投资中国股市的资金,也撤离A股市场,所以现在上证指数,甚至跌破了3000点的大关。 也有人问,为什么A股不到3000点,但是美国股市一直上涨呢? 这里其实也有很多原因,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股市的制度更完善,资金来源更多。 而且,美联储从去年开始释放的降息预期,某种程度上,其实也刺激了美股的上涨。 言归正传,美联储坚决不降息,其实也导致了中国国内供需的不平衡。 因为加息,其实是利空全球经济的,而全球各国的经济不给力,那么必然会导致其国内需求不足。 而这些国家的需求,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产品,也就是Made in China的中国货,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出口贸易。 所以,2022年到现在,其实中国经济,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,也就是消费和投资,至于外贸,其实都是拖后腿的,也只有今年,其实稍微有所复苏。 但是,房地产行业的衰退,直接导致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现了问题,所以,光靠老百姓消费想要撑起中国经济,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 所以你看,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为什么很难? 一个巨大的外部利空,就是因为美联储加息,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巨大影响。 这也是中国经济遭遇的,持续的外部利空。 2022年,中国正式打响货币保卫战,一直持续到现在,我们依然还和美国,处于货币战争的状态。 那么我们是怎么面对的呢? 央行的做法有三个,稳定汇率,稳定利率,保持市场流动性。 首先是稳定汇率,面对强势的美元,央行确定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波动的目标,并且死守人民币汇率不跌破7.3的隐藏红线。 为此,央行通过逆周期因子调节,外汇风险准备金,外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来管理汇率波动,最终多次守住了红线,完成了目标。 可以说,我们这次的货币战争中,汇率保卫战,其实是成功的,就算维持到今年年底降息来临,压力也已经不是很大了。 第二点就是利率,货币政策方面,央行选择的是降息。 尽管降息会带来中美利差出现2%的倒挂,但是相比于资金外流的副作用。 央行认为,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,刺激中国经济发展,才是最重要的。 因为经济发展,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稳定,而基本盘稳了,GDP增速稳住5%,那么就意味着利好人民币汇率稳定,从而减缓我们的贬值压力。 而在具体的利率政策方面,央行利用LPR利率、MLF利率等等来进行利率调控,也就是所谓的降息。 而从目前来看,央行其实一直都是在降息刺激经济,刺激房地产行业复苏,刺激企业去扩大投资,促进居民消费的。 第三点,其实就是保持市场的流动性。 降息,简单来说就是给市场注入资金,这被看作是对经济的一个比较大的利好。 尽管5月份的涉容数据表现很差,但是央行认为,市场的流动性并不是越多越好,多了就会大水漫灌反而不利于经济,所以美国那种量化宽松我们是不能搞的。 不下猛药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副作用,但是代价就是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是会放缓的,这其实是路线选择的问题,没有什么对合错。 08年危机央行下了4万亿猛药,代价就是人民财富被稀释,钱不值钱等等后果。 现在的美国依然保持5.5%的高利率,但是美国那边的通胀问题没有解决,欧洲却已经搞定了美国带来的通胀外溢问题, 开始首先降息。 对于中国来说,这意味着下半年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会显著放松,欧元会不值钱,人民币对欧元压力减少。 而欧元区国家货币的增多,也意味着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利空,外资短缺问题,得到进一步的缓解。 可以预见的是,今年下半年,会有更多来自欧洲的国外资本,进入中国市场来投资,做生意,买入中国的股票等等。 而降息带来的国外经济复苏,也会利好中国制造业和外贸出口,从而刺激中国经济的回暖和复苏,比如最近欧洲杯开幕,来自欧洲的订单,已经让义乌这边商贸生意,赚了一笔钱了。 欧洲已经降息,美国那边还会远吗? 最早9月份,晚一点就是11月份,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到来,就意味着中国货币保卫战的胜利,意味着中国经济度过了外部利空造成的难关。